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来说我不在乎 我接受了 你们还讲什么 没关系 外人别说话 当时我就鼓掌了 这次好家伙说底下挖出一豪宅来 他是这样 他地底下他家这个豪宅本来就已经很豪了 就在九龙堂 他有个游泳池 就被人发现这个游泳池啊 池里 有水是吗 不是 池里怎么有玻璃 玻璃的地方 有玻璃 而玻璃是能够往底下看 原来底下有个地下室 那他以前呢 接受过人家访问 那时候太不在意嘛 那时候还没想到这些事 来来来来 来我家参观一下 直接带记者们进去 到他家地下 原来是个酒窖 他是香港有名的二世主 贵公子爱喝红酒嘛 对不对 家里一堆酒是香港最头好的收藏家之一 结果就被发现 这是个浅建 就违法建筑 违章建筑 然后呢 我觉得最搞笑是什么 唐一年啊 他是前两天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说法很有趣 他说 我们要注意 今天我咱们老朋友潘杰 对 也是浅建 对吧 也是浅建 潘杰是局长 香港局长 对 副局长 副局长 潘副局长 潘副 那你记得潘副那时候闹事的时候 当时是香港一堆官员 包括曾印泉都被人说他家里有潜建 阳台 对吧 后来好了 那这一闹大 所有官员 哎呀 风行 雷厉风行 赶快把自己家的潜建全拆了吧 当时要不说这人呢 这个不靠谱的就是说 曾印泉 以前不知道香港差不多很多都潜建 其实很多家的潜建 但是呢 你问题你干这行的 而且呢 曾哥几个月前 自己家里伪装被人查出来 那个时候就警告过 所有的高官 把自个家里的伪装建筑都查一遍 都拆了 那时候你怎么不明白 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 没跟身 什么都没动作 这回被揭发 被揭发呢 他的现在解释是这样 他说 哎呀 其实这当年呢 他在解释 我其实是很矛盾 这个首先呢 要拆呢 不是那么容易拆 底下那么大一个地下室 对不对 两百多平米 二十 两百多平米 要填回去 不容易 第二呢 就是说呢 这个当时呢 这是我老婆的主意 他挖这时候 我都不知道 就在你家楼下 挖了这么大的洞 他都不知道 然后他说 他是说 他那个挖的这个事情呢 他当时不好去阻止 因为他那个时候 跟他太太感情关系 正好紧张 大概就是有婚外 就是因为那个 那么感情关系 正紧张的时候 感情关系紧张 老婆就要挖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 就不好说话 只好顺他的心意 就顺他的心意 他住是坐在五号 那个地的地方呢 挖在七号 是隔壁 理论上他还没有入住 那个挖的那个房子 还没有盖好 主要是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几天全香港的笑话 都围着他转 所有你开什么电台 电视报纸 每个人都 最喜欢拿他说什么话来讲呢 因为这个伪装建筑的时候 一传出来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否认的 他说 这个不是伪建 这是工人 把那个游泳池挖生了 然后呢 挖生 挖生 然后呢 后来呢 他还大言不禅的跟大家说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做男人要有肩膀 对 做官要有腰骨 人游泽尔第二天老婆出来哭了 做哪年 我说广东话可以 做哪年有腰骨头 这叫骨头 做官呢 这叫腰骨 后腰骨 腰就肩膳突出 对对对 结果 所以你看看香港这个都是不是我们弄的啊 这是唐哥 就是说香港没有自己弄的 你看 我认为很有想象力 哎 我说一个高官你看见香港的新闻自由没有 这个媒体啊 拍他们家伪装建筑就出动这个丢车啊 你看 在他家门外 这 我们说这个画面是真假 PS的 背后网友联想 变形金刚都在看 变形金刚都来关注 变形金刚是假 前头掉背 前头是真的 就这么拍的 你看下边 香港人的创意啊 不有个盗梦空间吗 现在人 唐哥是什么 前见空间 然后再看下边 这也是一电影 改了 地心冒险 挖三琢磨 挖三琢磨 九龙堂 这个是冯小刚的电影了 唐山大地震 广州话叫唐桑 唐山大地震 你看做的啊 2400平方尺 10年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个 这就说明 太太 这个无辜的太太 做了这个 荡剑牌 而我们后边 还是这个什么 忍者神龟之类的动物啊 你再看下边 好 这又是一个电影海报 我老婆 还大一楼 还 还有吗 还有 就到我们了啊 我跟你说 这个 我觉得 有钱 不是你的错 可是出来从政 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说是什么意思呢 哎 要不说这玩意很容易招人恨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就前一阵跟你们讲 我在香港 我还不是香港人了 我在香港看房子 我说我能接受的 我怎么也买个150平米吧 我看了个叫豪宅 千尺豪宅 豪宅 1500尺 你买得起吗 就凭你都文韬 1800万呢 1800 我买不起啊 我买不起 别说我瞧不起你 咱这点薪水 你买的钱 对啊 我买不 我买不起 我才1500尺 150平方米 可是你看到啊 他在他们家地底下挖了200平方米 挖深了 挖了两百 都挖了个两百多米 我就得想 那他那个就是伪装建筑 他不伪装那房子得多大呀 没有没有 三百多平方 不 他是这样 三层嘛 而且人家他是一座啊 他是两座 他两座 他还有两座 买了 放着不住啊 他住在另外的那个房子 他房子多 他住在隔壁 他住隔壁嘛 而且呢 我要 我觉得更好玩的是什么 就这几天大家都劝他 就老板性的意思说 你退了 算了 别选了 要不然话说 你一上台 万一你还真选上 到时候一上台 就来示威了 你掰梗啊 就是还没上场 先搏了半只脚 结果他呢 昨天早上 迅速的去报名参选 拿了三百多张提名票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支持他的是谁呢 就香港四大地产商 李嘉诚 李肇基 郑嘉诚 就所有香港利益集团精英 都支持他 所以香港人这回更愤怒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就是 你们这一帮利益集团 就是明显是在做利益交换 明知道这人出了这么多问题 还有绯闻 又出了一个 又出了 这个绯闻很有意思 这个你们可以看看照片 这次这个好看 你知道吗 就是当然啊 我的法庆师阿雷说 因为阿雷这个人 他是说 他是平常没有的事都当有的 那么 所以他说 肯定不是真的 我想应该不见得是真的 这个女的呢 叫李岛之花 李岛之花 然后号称叫林伟强的女儿吗 林伟强 所以林伟强是个区议员 对 你看李岛之花 消息透露 唐英年多次邀请林伟强女儿 李岛之花 叫Eat Ever什么的 和家人参加party 这个包括两人熟了之后呢 经常用这个短讯和电邮 跟李岛之花联系 然后呢 2010年1月 俩人首度单独约会 在哪约会呢 是不是就是张国荣 跳楼的那个文华酒店 中环文华东方酒店 把酒谈心 女方其后更到访了他的办公室 这个等等等等 又弄出这个事 但当然这个事不见得是 是真的啊 他也否认 说是那个女的也说 这两天我们学校同事一起吃饭嘛 大家的话题 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集中的话题了 当然这个 还有其他的话题了 我们不讲了 我们不大好在这里讲 但这个话题 但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是 本来呢 你想两个主要的竞争者 一个是梁 梁振英 梁振英一个是他 那照理说一个人出了事情 另外一个是得力吧 嗯 很简单 对 这是个事情就非常微妙 很多人都在讲 诶 唐一出事情哈 梁那边并没有得分 对 反而 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379票 380 将近4 一共1200个人 嗯 他们就将近400个人了 而且400个人 就是在香港最有权利 也最有钱 最有钱 最大利益集团的这个人 他们完全不动摇 他们这个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哈 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 跑出来说 我改变了对他的支持了 或者说我对他失望了什么 这个东西就就看不懂 很多人都在议论 就是为什么到底 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利益哈 这个是全部在利益盘在里面以外 很多他们私下的说 就是说唐啊 唐是一个公子 你明白没有 他是一个公子 他就是他喝酒都是喝上万的 嗯 做官 他们他们私下的议论就是说 如果给他自己挑选的话 他才不要做呢 没错 他他何苦 他何苦来得罪 他有红颜知己 也不管你们事啊 他喝上万的 我就是这个问题 他这为什么要出来做官呢 但是现在 他这么有钱 我来解释一下 对 咱们先去广告 再给我收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来解释一下 谢谢 我来解释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他们需要一个政坛人物的代言人 那这个人呢 他自己不想当特首 半推半就被人推上去 但大家就希望透过选了你作为我们整个集团的代言人嘛 你能够保障我们嘛 对不对 就香港最有钱的这批人 然后呢 现在奇怪的是什么 香港的政治这一点很吊诡 还有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梁振英的名望没有因此增加呢 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都不喜欢梁振英呢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有些话就不好是在我们节目里讲 是吗 但是呢 等一下休息 我再告诉你的密文啊 观众就别理了 然后呢 这里面奇怪的是呢 梁振英这边呢 我们从任何国家的或者任何地区选举都会看到类似的趋势 当两个候选人不断的被传出各种丑闻的时候 因为梁振英呢 也有丑闻啊 嗯 这时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两边在互相接人黑幕 互相发放消息 互相搞臭这个选举 然后就会两个人一起调 然后等到唐一年这个消息曝光的这么恶劣的时候 大家的联想就是那一定是梁振英那边放着 是是 是 我听到 于是这样的反过来呢 对梁的印象也会连带的下降 然后这时候最巧妙的是这两个人啊 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集团 本来在香港都叫主流派或建制派 那建制派本来应该都是爱国爱港势力 是团结一块 那么这回不就被撕裂了吗 嗯 当撕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有别的人也说要出来参选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整个建制的阵营 如果撕裂的很厉害 那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如果这时候你比如说你杜文涛说是你出来参选 那大家看上于一峰得利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你热啊 看起来还不如唐一年也不如梁振英 但我问题是现在任何一个人上 一定会有一方全输 倒不如选一个 那这个人呢起码没那么有害 所以现在谁鱼龙得利了呢 刘德华 刘德华呢 这个名望上来 刘德华 这个刘德华现在在特首人选当中 我觉得也反映了香港人民不严肃的一种态度 他把排名第一啊 刘德华 就是你心目中的特首人选 不是我下手 刘德华目前是 你可以 当然刘德华早就 这是对普选要求的指导 刘德华早就发表过竞选演说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呢 这个看一下 而我们持续五年是零失忧 在我们夫妇 更加的盈悦是用极都用不完 所以在未来20年 大家可以不用交叉 还有你们可以终身地享用 免费教育 房屋 医疗 还有老人福利 总之只要你拿着 三个星的香港身份证 你就一世 老娃在老娃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个香港人啊 我不是说 就香港人有很多很优秀的地方 可是要照我观察啊 香港的这个政界人物啊 不算会聊天的 包括曾音权在内 包括以前的很 你知道会聊的 梁振英 包括这个现在有点月月一世 那个叶刘淑仪 都上过咱们强强三言行节目 我跟他们都是 我就觉得这就算是会聊的了 他就聊到一什么呢 滴水不漏 这非常有分寸 也就到这程度 至于说碰到危机情况 你像谭英年这样的 我觉得 今天咱们公司一司机说 还不如我会聊呢 怎么能这么聊呢 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第一天说 我蒙 没有 第二天还挖身了 挖身了人说道歉 说那你说误解了记者的提问 是不是应该道歉呢 居然说出一句什么话呢 那天我没有拿着纸念了 所以我不记得我有没有道歉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不叫不会聊 文韬 他在香港是以愚蠢闻名 就是他是一个不能够 灵机运变 就别你问他有问题 他答不了 而他的幕后的竞选团队 也百番劝语他 千万别跟记者说话 任何事照我们给你的稿子念 他是这样 所以比如说这两天出事 他好多场原来说要见记者 都临时取消 因为他见不了人 这不跟咱们某些主持人一样了 没打 没打 所以他们私下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很多有权势的人是相信他 是信任他 就是知道他 就是这个人 就是说他出不了大变化 就对骨子里 他有花花啦 他有用钱啦 他有喝酒啦 他有很多 他很多事情运作不了了 但是他们骨子里信任他 不认为他会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大的变数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人 我们包括我们学校啊 你比方说一般的各级的地方 你都会碰到两种人 有一种人呢 他坐着一些一定的位置 但是他另外有自己的爱好 或者有他的追求 他被一些情况拉到坐这个位置 但是这不是他的全部 但是另外有些人呢 他争取这个位置做的事情 就是他的everything 所以他从头开始 这后面一种人啊 从好处来讲 效率非常高 梁振英就是这样 做事 我们不敢讲具体的人啊 我觉得 是这样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人家就是不大放心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就是这样 我们学校都有这样的人 有的人他做的 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地方了 明白吗 有的人他是有退路的 你就觉得他不会经他所有的人格 去做那样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当然了 局面很坏 这个更影响到将来 两方面都有 有的人是更担心 担心普选的人就更担心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 假如今天放开一人一票的话 选出来的结果真是没法控制了 但是赞成普选的人也更赞成了 他们就说 你看就是因为没普选啊 现在什么事情怎么样 但是因为现在他这个379票 说句实在话 目前还是他最有可能当选 但是我就想他要真当选了 这玩意儿有点 有几个问题 我们要要注意啊 因为接下来因为他这个房子 现在政府开始介入调查 假如发现这个违法建筑还牵涉到欺骗成分 因为现在有可能的 他可能之前欺瞒政府啊 假如牵涉到欺骗成分 这是刑事罪 假如这是刑事罪 现在他不是推老婆出来吗 我们未来的特首夫人可能要坐牢 但是 但我看过分析了 说很难举证 很难举证 除非你在那个时候 在03到07年之前 你有照片拍到他们在施工 除非因为你靠图则之类 我看到一个法律意见的说法 就是说你要在法律上指控它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图片啊 你要注意 这种时候它会出现 但是香港人很怪 香港人呢 现在有一个其中一个希望是什么 这就是太奇怪了 就我们民意要透过什么来反应呢 如果民意要施压的话 就要透过中央来反应 很多人说 给喜忌人都 也出手啊 中央出手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一千多人 你这有几百人死了心了 就是要跟着他 那这时候谁能够让他下去呢 你老百姓说话不算数 但是中央会看老百姓的意思 那民意的反应 是要透过一个非常间接的 所谓啊 也成骚 但这个东西呢 是有可能出现 因为我觉得中央政府 也会注意 未来的这个香港的管制问题 对 当然了 当然了 咱们都看着呢 都看着呢 你好像很有权威的样子 当然当然了 我都在中间看着呢 咱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东风日禅 人车生活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兵品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就甭管政治上怎么互相 这个瓦康陷害 我作为一个传媒人 我是一次又一次的见证 香港的这个新闻 这个报纸 这个媒体 我跟你说 我现在所以有一个号召 狗仔队的功夫都用到这 就牛逼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所以说对于香港 有狗仔队 我都可以谅解了 就是因为 他能够对 这么样的这个深挖 当然也现在 也有一个倾向 你刚才咱们进来录像 今天我一看这个 曾因权 曾因权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 香港的这个媒体 很跟风 他要一弄出一个议题之后 他就有点这个 风暴 风暴 现在报纸上又提出问题了 就是 在澳门 质疑 说曾因权被拍到在一个豪华游艇上 身旁有富豪 然后说呢 有没有接受富豪招待到澳门玩 这个特贤 这个嫌疑 而且那个晚会里面还有江湖人物 然后特首特首办赶快出来澄清说 他就是去澳门自己花钱买的什么轮渡的 澳门的不叫轮渡那叫什么吗 这船 自己花钱买的这个船票 一年就去了一两次 没有你们说的去十二次 那么多 当然也解释 但是我就说这种 这种质疑的这个精神 对 精神 对 而且呢 你要真说是这个 伪装建筑 这个前建 我就跟你说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如果您有这种独立方式的话 这么大规模 是